这顾路口高速往前冲 在右侧一辆执行途中的救护车 懒腰撞上 骑士当场装飞倒地 3日上午10点半 宜兰市中山路二段发生车祸 一辆执行中的救护车 沿中山路二段往罗东方向行驶 与延明泉路一段 往新月广场执行的机车发生碰撞 而在花莲则有最难横穿马路被车撞上 2日凌晨一点多 花莲新城乡台酒县180.8公里处 一名47岁成姓男子 喝酒后过马路回家 当时正下着雨天色昏暗 轿车驾驶林姓男子 沿台酒县北望南行驶 完全没刹车直接撞上城南 城南被撞倒地 头部重创更有多处手脚擦伤 城南抽血检验有酒精反应 换算酒厕值高达 每公升1.06毫克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时 发现城南还有衣室 但无法正常应答 立即松衣抢救 详细造势原因 情况还在理清中 记者宜兰花莲采访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